你快来 你快来 爸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 你上开 小鸟 喜欢不喜欢 太漂亮了 爸 你把它滴了起来 滴了起来 马上滴 再马上滴点 等一会儿 把这个扇子你拿着 扇起来 走两次 走 走 爸 你就这个造型 在咱们小区晚上这么一溜弯 多精神 精神什么呀 谁不知道 我是个挺腐素的老头 拎着这么个花了胡哨的晚上 满小区一走 显着我生活作风不太好 爸 大姐夫 两个孩子都睡着了 你俩这抄着啥呢 enok 好 你看我带啥回来 这啥呀 你看看 唉呦 这里边位一只鸟 唉 唉呦轼 喜欢不喜欢 来来来 顺利粉 怎么的 你滴了起来 我滴路这 你往上滴 你再往上滴 喂 市� tiếng 唉呦 唉呦 这个感觉在电影电视剧里看过啊 哎 prakt 这好这好 是不是 你就这个造型啊 你去跟人谈买卖 哦那把前面一走多精神 哦大姐夫 你那意思是我第六个鸟笼子 我这个造型跟人谈买卖去啊 我说谈买卖还是卖鸟的 我说哈哈哈这不行啊 这放你一会儿 放我屋里啊 那可不行 这个鸟一扑了呢 满屋都是鸟毛啊 我两个儿子都在喝奶呢 你说这鸟毛万一 那扑了那奶里 那孩子还怎么喝啊 哎呦是是是 是不是 那我这也不行啊 一会儿我还得上夜班 嗯 看来放咱家不合适 对啊 我到对门找王叔 看看他那儿行不行 对他那儿行 哎呀哎呀你们抄上什么呢 那是 哎等会儿等会儿 大姐夫啊 给我给我给我 干啥呀 哎妞妞 你看看里边一个什么 家儿小鸟 拿着拿着拿着 哎哎提高这提高他 嘿嘿嘿这手拿着拿着呢 来来晃腾起来晃腾起来 来走两步走两步 明天就这个造型上学去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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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拿回来 别听你二姨父的 你得学好 你知道吗 跟他学就学坏了 这什么话 你刚才不怕我学坏了 你不要紧 你已经成型了 你刚刚啊 你这他哪弄这鸟了呀 对啊 爸啊我跟你说吧 啊 情况啊是这样 啊 就咱们小区那个施工队那个老郭啊 他养的这个鸟 哦哦哦 这这这这鸟特别好 但是他干活的时候不能带他 他怕这鸟到时候飞了呀或者弄坏了 哦 就让我先拿回来帮他开一会 他回头干完活再把他取走 哦哦 爸 我喜欢 你把他给我呗 我替你看着 不行 你这是上学多紧张啊 你这不耽误学习 正好我们老师让我们写篇作文叫我的宠物 咱家也没宠物啊 嗯 我想写我二姨父 我看我看我二姨父干呢 我看这行 孩子你不是孩子 他写宠物要写我 我也不干呢我 不是不是 我觉得行 我觉得行 你这样孩子 你别直接写你二姨父 你就照着这鸟的习性 写你二姨父就行了 啊 你怎么教孩子呢你 反正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爸爸 爸爸 那我先拿回屋去了啊 我看看呢 哎哎哎哎 我跟你讲啊 呦呦 你你拿回去行 你可别给人弄坏了啊 千万别跑了 人家一会还来娶呢 啊 好 啊啊 好 行吧行吧行吧 我的天 是那干的啊 你是不是没吃饭 我没吃呢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啊 好好 哎呦 赵经理 忙着呢 你好你好 您怎么来了 来简单工作来了 我下来走走 好 哎 我听说你们这小区业主投诉 你们这个站岗不严 你这大经理亲自站岗 这多好啊 哎呀 您们批评的对 是我们的问题 前一段时间啊 我们疏于管理 但是您放心吧 我们现在已经加强管理了 我们那个保安呢 他肚子不舒服 他上洗手间 我替他站一站岗 这就对了 咱们这些做领导的 就要好好地关心这一线的同志 是 哎对了 您腰好没好啊 哦腰啊 啊 好多了 您看这事您还记着 我能记不住吗 我今天给你带药来了 哎呦 下班前呢 你到我那去一趟 把药拿走啊 哎呀 谢谢 然后咱们俩好好聊聊天 行行 说实话啊 时间长见不着你 我真挺惦记你们的 哎呀 我也挺想念您的 那行 那我先进去了啊 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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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 我好嘞 我骚出去 不是 哎 你干啥呀 你干啥呀 干啥 他没带卡呀 他不用卡 他兵啥不用卡呀 你干啥呢 你干啥呢 你在这 你干啥呢 不是 我没带卡就不上进 他不用卡 哦 等等吧 我捋捋啊 我捋捋啊 你等我我捋捋 他没卡上去 啊 刚刚你老丈人 糊齿糊齿的 啊 你给我再出去 啊 你媳妇 糊齿糊齿的 啊 他都捡个步 啊 嘎嘎嘎嘎嘎的 啊 过来了 没卡 你就让他借 直到 是 我都听过了啊 我想念你 哎 我也挺想你的 哎呀 你要遇到aca 哎呀 哎呀 你整个遙 interviews 上来 高经理 高经理 晚晚没有想到 你怎么是政治 instigata iana なんです Denn 啊 Career 走 哎 我啊 ena 我过来 哎呀 你别跑 你过来别跑 别跑 我 还是我 还是我 我把你扔了 我把你扔了 你也别跑 拿着呢 这回对了 哎 住手 你们干嘛呢这是 啊 抓着一个小偷 小偷 谁呀 哎呀妈这不小黄吗 小子 我认识他 他是开锁的 开啥锁呀 那个我大历 姐夫不去外地出差了吗 把一份重要的文件 锁在物业的保险柜里了 他让我找开锁的来 我就把小黄找来了 他不是小偷 快快 放开 啊 啊 啊 小明亮 啊 他是谁 啊 他是我小姨婆 他是好人 他是好人 啊 我这手 妈呀 手中了 啊 他又是谁 啊 啊 啊 我们小区的 他叫王小倩 也是个好人 啊 他是好人 你也是好人 啊 对都是好人 啊对了我让你看你锁开了吗 早开了 那里头啥也没有啊 你开的这个呀 啊 不是我让你看那保险柜在里屋呢 走开那个去 开开 开不了 啊 太不像话了 啊 我是靠手吃饭的呀 瞅瞅 赔我医药费 那个 我 我们 我们也不是故意的呀 你看这样行不行 那个 你你这个手多少钱 你别狮子大开口 我们赔还不行吗 我这手可是买了保险的 一根手指一万三呢 一根手指一万三 那五根得多少钱呢 我是六只 还有多一万三 你咋办呢 那个小黄 求求你 能不能饶了我 我我不是故意的 不行 小明哥 那个小黄 你看那个 那也不是故意 哎呀行了行了 我跟你们开玩笑的 啊 哎呦 你们呢都是好人 啊 你看这风雨交加的 蛇小家 顾大家 出来给大家帮忙 这对得起 你们小区这个名字呀 什么 什么意思啊 幸福小区啊 啊 对对对对 是是是是幸福 虽然我这个手废了 可我还有这只手呢 啊 小米烈 开锁 哎好嘞 这边 走 过来咱走吧 可不定啊 要不然一万三 谁赔得起 快走 你俩为他要说现实啊 哎呀 你要教牛牛 传统文化 嘿我教牛牛说现实 对 牛牛也不在呀 哎 教我呢 我我不行 我听一听 牛牛 牛牛 哎 来来来来来 教我有事吗 快快快快 我来一下你 哎呀我正忙着呢 哎哎哎 牛牛 小店哥哥来了 小店哥哥来了 小店哥哥好 快来快坐 牛牛啊 那个老爷跟你商量点事啊 啊 我想教你学一点这个传统艺术 对 老爷教你说相声怎么样 行啊 行 那我现在就开始教你啊 啊 老爷说你认真听啊 嗯 说我请您吃蒸羊糕 蒸熊掌 蒸 foods ént 烧花鸭 烧鸡鸡 烧骨骨骨骨鸭 酱鸡腋肉 松花小肚鸟鸡 香肠吃饱 松排 吃饱饱 清蒸八宝猪 姜米 面 鸭子 来 老爷 你慢点 哎呦 这孩子是 你慢点说 那个慢点啊 你听好啊 慢点说啊 说 我请您吃 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尔 请 蒸熊掌你也敢吃 蒸鹿尔是啥呀 就那个梅花鹿尾巴 梅花鹿的尾巴你也敢吃 野生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朋友 哪有你这么对待朋友的 看这意思还真得改一改 你看人牛牛思想境界多高 牛牛你告诉老爷怎么改 你把凡是带有野生动物的 都改成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好主意 说 我请您吃 蒸羊羔 蒸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蒸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烧花鹿烧出气烧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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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分啊 是分 你别老在我跟前这么晃悠行不行啊 你晃悠的我头都晕了 沉着一点行不行 我媳妇在里边生孩子呢 我能沉着的了吗 三场产妇家属 哎 有 有 你们谁是家属啊 我 啊 他 他那个我是老大 我是老二 那里边生的是老三呢 啊 不是 不是 里边生的是他 啊 不是不是 哎呀什么不是不是不是 里边生的是我儿子 什么儿子呀 男孩女孩还不一定呢 是是 你们家属按照这物品清单赶紧准备好 马上就要生了啊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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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一定要是儿子 是不是 加油 吵吵什么呀 怎么 在房门前你吵吵什么 儿子 狭狠 我跟你说一定得生儿子呀大姐夫 为啥呀 万一要生个女儿 生女儿怎么的了 男孩女孩都一样 不一样 怎么能一样呢 今天他来住院的时候 啊 我拿着他那个避钞报告 就给他办手续 碰上我一个同学 我那个同学很有经验啊 拿着那个报告看了一眼 然后深情的对我说 顺风啊 祝贺你要当老丈人来 你说这是不是女儿 顺风啊 我真得说说你 男孩女孩都一样 明白吗 再说了 你那个同学 他又不是医生 他能看出什么来呀 我那个同学有经验 他有什么经验 过来 大姐夫 过来 我告诉你啊 顺风你听我的啊 生女孩挺好的 你看 你生个女孩 我也生个女孩 以后咱俩一起当老丈人 哎 大姐夫 我家的情况 你不是不了解 我爸经常跟我说 儿子 咱们家 拔辈单喘呀 什么意思啊 他其实就是想要个孙子 你说万一 万一二米粒今天生个女儿 啊 我跟你说 我爸血压高 我今天把健安药都拿来了 我以防万一 顺风啊 沉着 明白吗 沉着 我沉着不了 三米粒 全家集合 来了 大疯子是你干啥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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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得了 忽然啊 小小 咱俩真是好同学 我真没想到你知道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不仅记着你的生日 还给你带来了这个 当当当当 天哪 你能花钱给我买生日蛋糕 别闹 我要有钱 给你买呀 我这话说的 那这是谁买的呀 你猜 好好猜 好好想想 说出他的名字 大点声 这 秘密 确实是秘密 他不让我告诉你 你 李宝杰给你买的 是李宝杰给我买的 你 是李宝杰给我买的 你上一边是什么玩意 你不干这不说秘密吗 你你确实是秘密啊 他不让我告诉你吗 你不告诉你 你拿回去 什么玩意 我不要 拿回去干啥呀 人一片心意 我不要 你过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去看着我这东西 过来你坐这 干啥啊 不是我说你 你听我说啊 你和那秘密不合适 你这一辈子都注意不上 你给我陪陪陪 不准在我大喜的日子 跟我说这种晦气的话 你陪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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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 好吧 你怎么就不明白你啊 小脸你听着啊 喜欢你的人 你不让追 不喜欢你的人 瞎追 我说的是什么呀 我没明白 就像那狗追车似的 天天追车 天天追车 你看哪条狗上车了 哎呀 怎么这么的 哎 你咋来的啊 我坐车来的 那对了 鼻 我说的是鼻 我大过神 你怎么吹过我干啥呀 小脸 你看啊 宝洁对你多好 啊 你就从了他吧 宝洁对你还好 你咋不走了他呢 我心里只有小米粒 我心里只有秘密 你咋这么酱呀 咱俩熟熟一会儿他来了 我告诉你啊 今天绝对不能让他来 听见了吗 他要来就出事了 怎么样 一会儿黄小黄他妈要来 看未来女婿 我给他扮演一下 知道了吧 你要是万一整漏了 我告诉你就完了 知道吗 黄小黄不得上火呀 他妈不得上火呀 骗人呐 你别人整漏 我少女小羊 请问这几位呀 哎呀我们七位 七位 好嘞 请跟我这边来 想起来 也是大桌够用啊 这样子啊 在两位贵宾正式用餐之前呢 我想跟你们简单介绍一下 本店28元一位 限时两个小时 随便吃 如果浪费 发款十倍哦 哎呀知道 我们懂 我们经常吃 嘿嘿嘿 好嘞 那就祝两位贵宾 用餐愉快 放心 保证愉快 你咋还不许唱我 小脸 是自助不 对呀 那还等啥呢 拿呀 哎呀 太棒了 太棒了 干啥呢这是啊 吃啊 你自己能吃到这些啊 你维修师傅了 你维修师傅人家愿意吃啥不愿意吃啥你能知道吗你这全给端上来了 你这不挑食 我看我交错人了 人家这是从这拿着 拿着小盘上大盘里成的你把这大盘子都给端过来了 别听没用啊 我饿了我店吧店吧 老板你好 我们两位 对不起 我们店今天关门了 关门 你写音乐到八点怎么现在就关门了呢 是这样的 我们店呢今天被这俩人给整霸园了 霸园啥意思啊 霸园听不懂啊 那我通俗一点介绍一下 就是吧 今天我们店所有所有的菜品全都让他们俩给收秋了 行了 大妹子啥也别说了姐全懂了 今天呢你是遇到高手了 傻大妹子 咱俩的年龄看起来差不多大 妈妈我饿了 哎 咱俩在我妈在里上别家吃啊 老板我们走了啊 保养的也太好了吧 你们俩在这看着呢 没有我看 我已经她老公了 那还早上再着急了 我告诉你啊 那跟你没关系 限时两个小时 你俩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抓紧吃吧 咋还告诉一遍呢 我们知道 又不过俺俩还有别人呢 哎呀 你说这可怎么整 你电话是不是响了 你真弄你 真弄 你给拍响了 咋变成声了呢 你拍着呗 你直接挖 你让这三七呢 你来 哎 哦 哦 好嘞 哎 自己查 老进那了 可谈了可Q的 咋了 我都谈死你一句 你还还可以我 那谁扶眼啊 来来我们过来 咱们 聊会天 哎你们这个自助餐多钱一位了呢 28元一位怎么啦 对对对28一位 我们两位 然后 哎我俩给你六 一个字 绝 来啊 按和尚的对情散开 哎呀 这啥玩意 东一个男一个西一个美 这咋唱歌呀 你们这 啊 不是 爸 我们排练的时候是按声部站的 哦 这和尚有和声是吧 这也太散了 来过来过来过来 来来来 来稍微集中一点啊 来 来啊 按声部啊 哦 就是那个生日快乐歌 我先报个目啊 接放邻居们 第一个节目 大合唱 生日快乐歌 指挥前串子 演唱者一帮人 哦 下一批 上 他 是 就是 做 笑 注意点节奏 注意点音准 看着点指挥 来看指挥 来 我几个头 祝你生日一拜 祝你生日快乐 还行吧 祝你生日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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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玩意这是 咋的了吗 宣布第一个节目大合唱取消了 你看来了吧 哎 赵副经理啊 哎 赵经理 问你点事啊 平时你们家的谁洗衣服 那个啊 那个啊 我洗的 我洗的衣服 你闲的呀 那衣服在盆里待着 好好的招逆得你了 你没事聊着他干啥呀 那个 赵经理啊 今天这衣服啊 确实不是我洗的 那你告诉我 今天这衣服谁洗的 我洗的 洗的好啊 小米烈 咱们女孩子 不是 你们女孩子 就应该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非常好 你知道那不是说洗衣服不好吗 洗衣服有啥不好啊 问题是晾衣服的 赵刚子 今天这衣服谁晾的 也是我晾的 晾的对 小米烈 天这么热呢 衣服我洗完不晾不馊了吗 主要是晾衣服这个地方 赵刚子 乌业说没说 三零五神强调 不让私自大量一架 怎么这乌业副经理 这点事传达不到位吗 是我错了 我下回一定改正 我再专说一遍啊 以后规章制度绝对不能破坏 再破坏的话 我跟你说大姐夫可是容易发脾气的啊 斌斌你这么凶呢 这个 哎呦不 啊 消气啊 哎 大姐夫 哎 这现在你现在是什么职位 我啊 我当物业副经理啊 那你怎么跟业主说话呢 啊 跟业主说话好好说 和颜悦色 知不知道 你说就你这态度我能不批评你 去去去 反应反应 啊 大姐夫过来 啊 谁啊 跟谁俩整下整下呢 他干啥的 不是 这我们单位的经理 你现在在哪呢 在家呀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在咱们家什么地位呀 大姐夫啊 对呀 你大姐夫啊 他呢 他是有可能是咱们未来的三妹夫 你先别说有没有可能 就算他现在是咱家三妹夫 你俩中间是不是还格格二呢 是啊 是咳咳 对呗 那你怕他干啥呀 你这个时候你这么惯着他 你信不信你要给他灌出毛病来 以后咱们家前准分 左边给你挖坑 他在右边就敢给你埋土 你还能有出头之日吗 是好 还是好 搂他 他这 甜妹妹 啊 Lonely 什么啊 那个 你在家里边 你对你大姐夫是怎么说话的 你对大姐夫什么态度 大姐夫 那个 有什么吩咐 隔着二 过来 隔着二太难听了 三 过来 这不就好听多了吗 大姐夫 我跟你说啊 未来的妹夫 以后你对大姐夫你得客气点 是不是 以后你真进了咱们这个家 你就是我三妹夫 你得跟榜样学习跟好人学 你别跟千生份学 你知道吗 天天第一个铁锹给我挖坑 哎 听见没 我那个不拿铁锹挖坑 嗯 我主要找你是谈谈工作 经理行致事 大姐夫啊 大姐夫你说 那个 我知道天经理 这事确实是我们家做错 我发现了